What's up YouTube,我是Eas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这一次呢,咱们新开一个视频的系列 叫做最近爱穿鞋 那主要是想说呢,我最近这段时间 最爱穿的一些球鞋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觉得这样的视频,我应该多久出一次 是每个月出一次啊 每个季度出一次啊,还是比较随性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步入正题 那我已经在无数的视频里挑过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Air Jordan 1系列 所以第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球鞋 就是这一双Air Jordan 1的Smokey Gray 那关注我Instagram的朋友呢 之前也是关于这双鞋发了几张图片了 所以我真的是在跟他拿去穿的 而不是说摆在架子上,突然跟你说 哎,这双鞋真好 那我之所以给大家推荐这双鞋呢 是由于我自己穿过了 我觉得它很漂亮,很百搭 那我也是呢,把这个原来黑色的鞋带 换成了这个红颜色的鞋带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搭配是你的菜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找这个鞋带的链接 我也是放在那了 那我没有收任何的sponsorship 我只是链接的搬运工 那如果你通过我的链接在Amazon买了任何的产品的话 Amazon可能会给我几毛钱的这个commission 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啊,积少成多 如果你想帮助easy的频道成长的话 就可以点我下面的链接去购买 我相信很多人啊,收藏了Jordan1 你穿出去的第一天你就后悔了 为什么?因为他太IV了 对吧,前面这经常会折出这么一个折 大家可以看我是完全不心疼的啊 我可以随便这么折我的鞋 如果大家注意到Jordan1的鞋底的话 其实在这有一个专门给你弯折的部位 那你穿的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只会按照同一个角度去弯折 那这种设计呢其实是对鞋的一种保护 那这双鞋我是去年买的 我真的是刚买那一段时间 几乎天天都在穿 那我买菜穿它,溜稿穿它 平时出去溜的都穿它 所以真的是被我猛X的一双鞋 但是大家可以看这双鞋让我保持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干净 那是因为我隔三差五了 就会给我的球鞋都喷一遍球鞋喷雾 嘿又要植入了吧 没错那球鞋喷雾的链接也是在本视频的描述区 四月初呢我也是带着我的家人去国家公园去游玩了一番 那之前是剪了第一天的Vlog 那第二天呢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剪出来 有很多粉丝特别想看我的Vlog啊 大家不要着急 因为Vlog呢我不想剪得像流水账一样 我想剪得稍微有一些意思 所以会花更多的时间 另外呢由于平时要定期给大家出这种球鞋相关的内容 所以也会耽误一下我Vlog的剪辑 不是找借口啊 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 好了那次出去玩呢 我就带了这双鞋 就是这个Union LA的Off-Nord配色 那这双也是偏黑配色啊 大家看我真的是穿了啊 我没有再撒谎 看这个鞋底脏得要死对吧 那这双鞋呢我还是非常推荐的一双鞋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我穿着它跋山涉水了一番 它整体还是非常干净的一双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本身是做旧的感觉 你看这个底其实就是做旧的那种黄颜色的大胶底 然后整个鞋身呢 虽然它有用到这个脊皮啊 它毕竟是一双黑色的鞋 它无外乎就是沾点土 你胆一胆就OK了 没有特别多这种爱脏的现象发生 另外呢 这个鞋在鞋头的部位采用了这种纤维的面料 所以它特别不怕这种弯折 你怎么弯折 它这个弯折的这个印都不是特别的明显 有没有缺点 有 非常非常的重 你穿到脚上跟踩俩大西瓜似的 那平时穿搭呢 就不用多说了 无论你的衣服裤子是走这种花哨路线 还是走偏素一点的路线 你脚底下只要踩着它 都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因为这双鞋的颜值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真的是细节满满 你无论走到哪都会很吸睛 好 那同样是那次旅行呢 我还带了这双EZ500的黑五式 那这双鞋其实在旅行当中 我大概只穿了一天 但是那一天大概走了 哇塞 可能五六英里的路 而且是山路 这个真的是跋山涉水的一种鞋 而且EZ500 大家可以看这个造型是非常户外的 我觉得玩爆很多登山鞋的造型 你可能花很多钱买了一双 这个徒步旅行的鞋 越野鞋 包括之前的索楼门 你觉得有这个鞋好看吗 太丑了那些鞋 我觉得还是这种鞋比较好看一些 而且这个鞋 你看起来很沉 但实际上你不知道 非常的轻 初期意料的轻 而且非常的舒服 那大家可以看我也是穿过的 上面全是土 一胆都能出灰的那种 之后呢 这两双鞋我也会出一期专门清理球鞋的视频 因为都是脊皮 说实话弄脏了 挺不好打理的 那我也是通过我自身的这种清理球鞋的方法呢 能够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 好 那下一双球鞋呢 就是这双AJ3的Fair Red Denim 那之前也是在第一期Vlog里边给大家做了一个悬念 我到底是在那双AJ4 还是这双AJ3 到底带来哪一双 那双鞋在旅行回来之后呢 我真的是猛穿 我从4月中旬到现在 几乎天天都会穿这双鞋 那我一定要给大家谈一下使用场景啊 我穿这个球鞋的使用场景 就是我每天早上送我的孩子和每天晚上接我的孩子回家 那这个会涉及到走路 也会涉及到开车 那开车穿Jordan非常非常的舒服 这个鞋底呢软硬失踪 所以你在踩脚踏板的时候呢 不会因为由于你的鞋底过软 脚踏板弹性过强 会给你的鞋底造成一定的胀痛 那这双鞋呢 又不至于太硬 让你找不到油门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总体来说 所有的这种AJ啊 都特别适合开车去穿 然后这双鞋 大家可以看白颜色的球鞋 然后采用了这种灰色的单宁 然后同时呢 有一些这种红色的点缀 又不至于过多很抢眼 哎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拿捏的恰到好处 所以这双鞋 我真的是上脚上脚的特别多 而且大家可以看 保持的非常干净 看这真的是我一直在穿的 你看鞋底超脏 但是鞋身呢非常干净 为什么 球鞋喷雾 另外呢 还有就是我清理球鞋的一些方法 之后给大家分享 好 我最喜欢的两个系列 就是Jordan跟Easy 除了这两个系列以外呢 你硬要我再选两个系列 我一定会选Dunk跟Air Force 那今天呢还要再给大家分享两双Air Force 那第一双呢 就是这个Air Force空军一号的小白鞋基本款 这双鞋 不管你是身经百战的老鞋头 还是你刚入鞋圈 我跟你说 一定要买一双 太百搭了 随便搭 你上班也好 你穿正装都可以搭这双鞋 你平时穿的很hip hop也好 你也可以穿这双鞋 这双鞋真的是跟了我可能五六年了 那最开始穿的时候 我每次都刷 后来我连刷都不刷了 我觉得这双鞋就真的是越脏越有感觉 那这双鞋要谈一下使用长久 我每天晚上都会遛孩子遛狗 我脚底踩的都是这双鞋 所以这双鞋真的是我 每天必穿的一双鞋 没有一天不穿 而且回来呢 会跟我的孩子的后院踢踢球啊 也都是踩这双鞋 我也不太会心疼 因为它很便宜 这双鞋我可能买的是一个特别版本 120美金 大家不要再吐槽Air Force的鞋底很硬了 没错 或者你刚穿很硬 但是你穿出来以后 就像我说的 它永远会朝着同一个方向折 那在其他部位比较硬 给你足底提供足够支撑的同时呢 它又是一双相对舒服的球鞋 而且这种鞋非常的耐操 你看我几乎天天穿 穿了五六年 它还是可以穿 这个鞋太脏太恶心了 咱得赶紧把它拿走 好 那下一双Air Force呢 就是这双全职龙2.0 那这双鞋呢 是一个刮刮乐 那一帮去商场啊 去一些铺设的比较好 没有那种泥宁道路的公园啊 我都会穿这双鞋 那这双鞋也是一双小白鞋 非常非常的百搭 它主要的配色就是白色跟黑色 但是呢 它是一个刮刮乐 也就是说你把外面这种白色的刮掉 它里面是有一种涂鸦彩色的图案 但我这双鞋已经穿了N多次了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这个刮刮乐 这边都裂掉了啊 然后我现在就是想让它自然剥落 看看它到底剥落到什么程度 会好看一些 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 如果你有这双鞋的话 看到我这个鞋剥落到这种程度 你会很心疼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这种在乎球鞋 这种折旧的啊 因为鞋是拿来穿的嘛 你买你花了很多钱 你放在架子上 你没有穿 就没有体现出它的价值 你只有穿在脚上 别人才会给你respect 那这双鞋的舒适性呢 跟刚才分享的Air Force One 基本款没有任何的区别 它就是一双同样的鞋 只不过在设计上 颜值上做了一些改进 好 这些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 近期爱穿鞋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到底喜欢哪一双球鞋 而且别忘了要告诉我 你想让我多久出一期 这系列的视频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个太味了 我赶紧走吧 Take easy Peace